原标题 原朝规定高于车轮的敌方男子统统斩杀 当时为何要推行这种制度 车轮斩是什么东西 就是蒙古人在对待战败者时 会将敌方所有男子列出来 但凡是身高超过车轮的全部斩杀 而低于车轮的幼童还能活下来 看题目而言 好像蒙古人曾经对无数部族实行过车轮斩 而实际上遭受到过车轮斩处罚的敌人 还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而具体车轮斩在哪些人身上实行过呢 曾经的金国为了打压蒙古部落 实行过一种政策 那就是简钉政策 这种政策的确一时间让蒙古部落人人自危 承吉思汗的部落就曾经因为畏惧简钉政策 依附在了金国之下 同样依附金国的还有塔塔尔布 塔塔尔布不仅仅是依附在了金国之下 还成为了金国的有力爪牙 曾经的承吉思汗 他的祖商就曾经建立起了一个蒙古国 当时的金国已经十分强大 但是蒙古国大势已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